創意理財竟在運通 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而且台北股市 现在越来越有轮动正确的情况 这个轮动正确 你要想办法掌握到这四个字 开门见山就跟各位讲了 轮动要正确 轮动要正确 各位注意哦 各位有没有发觉 我们今天先从这个地方切入行情好了 各位有没有发觉 今天要涨的股票 好像很早很早 就开始跟各位来谈了 有没有发觉说 这件事情好像大家都知道要发生 亲爱的投资朋友 八月份 那么大家都知道 探权交易所就要成立了 探权交易所就要成立了 在探权交易所成立之前 那么最有名的股票 当然第一个叫华子 第二个叫2913的农林 难道各位没有想象到吗 所以今天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两党股票很快速的 攻上涨停板之后呢 接下来还想到一件事呢 八月份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2023 这是我单独跟各位讲的 现在才有人才跟我们提起 各位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下 接下来的AI概念股 各位看到没有 AI应用热潮吸血全球 那么这里面最重要是什么 特别是灵活应用在AI的这些云端运算 包含Amarion等等这些相关性质的股票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是这次AI台湾云端运算的高峰会 最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未来的一个讨论议题 请了45个专家来演讲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觉得八月份好像蛮好做的 我觉得八月份好像在告诉你答案是什么呢 亲爱的 八月份這兩件大事情要不要先卡位 做股票不就是做一步算三步嗎 你要先算好三步之後 你才去下第一步棋 如果你現在已經到了七月底了 我們再來做七月底 或者七月大漲的股票的時候 很可能 今天連他都殺尾盤 很可能明天早上的時候 他一打開 我認為這一打開一定會引起動盪 可能偽創自己不會動盪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之前跟各位所提過的 一些所謂的 我們叫他蹭AI也好 或是說奇怪了 你怎麼算AI 或是說你怎麼算是一個所謂的AI概念股 你跟這個超微來講的話 你是顧客 你跟超微來講你是顧客 等等這些 尤其是這幾隻是相當大型的股票 我先講一下 廣達偽創還在漲的時候 他們就不漲了 注意喔 廣達偽創還在漲 核碩 哇 這麼多人買 當時核碩說什麼 我要跟這個超微執行長 蘇之鋒見面 那麼廣達跟偽創還在漲的時候 他已經不漲了 這個也是一樣 各位看到沒有 竟然有人認為說 既然銅機這麼便宜的話 那麼大家都跑去做伺服器 他也可以去做 你要想想看 他做的只有他多少分之一啊 那麼廣達偽創都還在創新高 這個兩個股票 特別是正統的股票還在創新高的時候 他們已經不漲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部分來講 等一下第二階段我會告訴你 有些AI概念股 我說真的一件事啊 這次AI可能是給大家 最大的一個利多啦 但是也可能會造成最嚴重的傷害喔 我先講的最明白喔 以前的題材啊 不管是所謂電力概念股啊 現在又開始回紅起來啦 不管是什麼電力概念股啦 軍工概念股啦 甚至各位所看到的觀光股啊 都不可能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這一次的AI有可能 你要趕快把你AI的股票 拿出來看一看 有可能造成你最重大的傷害 因為你可能找不到對的AI 如果你做錯AI的話 或是你真的是AI邊邊的邊邊啊 我們必須要這麼說 AI就是以這種所謂NVIDIA 為最主要的 那一部分是超微啊 如果這兩個你都沒有碰到的話 就說你是AI的 等一下第二階段 你要稍微小心一下 等一下明天早上的時候 你說老師 對 我的節目都是預告明天 我直接告訴你 三年上完 明天啊 禮拜五震盪很大 明天對AI的震盪非常的大 你要特別特別小心啊 而且今天已經有人在避難了吧 各位看到沒有 已經有人在避難了吧 我是不是最早跟各位提到說 各位恭喜我的會員朋友啊 注意喔 我們今天提前錄影喔 所以我的圖表都沒有加工的喔 是不是連續性的大漲 昨天各位看到沒有 在我14塊半的時候 一下子工上漲停板了 今天來到58塊9啊 昨天來到57塊3 今天來到58塊9 甚至尾盤的時候還在往上拉 各位看到沒有 尾盤還有往上拉的一個情況 尾盤還有這個往上拉的一個狀況啊 那為什麼尾盤還能夠持續往上拉呢 昨天在64塊錢 今天已經來到68塊 也有4塊錢的價差 那就告訴你說 哎唷 對啊 人家要做雲端展覽了啊 人家要做雲端高峰會了啊 你說老師那林群可不可以 我覺得也不錯啊 我覺得也不錯啊 那可能明天就往上面開 尤其是以林群來說的話 他還是微軟相關性質的概念股 所以股票市場要怎樣 能放能收啊 放該放掉什麼股票 注意喔 老師這幾天那個微軟 4953微軟 你以前講過的好強喔 我就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欸 後面那個強的 兩三支我真的看不到啦 因為股票市場你能夠從這裡 往上從這裡的110塊錢 看到150塊錢就已經很厲害了 從110看到150就很厲害了 你說我從110看到多少 看到175 還差那個10塊錢2塊錢 不用賺了不用賺了 我們先下車 注意喔 今天看起來好像有點 開始搖搖晃晃了 6669的微影 哎唷 微影常常是尾晃的心聲啊 端午節的時候 我認為6669的微影 你看 股票要買就是要買在轉折點 股票要買就買在轉折點 然後第三個轉折點 一上來第一次的時候 我說真的一件事 如果你是買在這個點的時候 你要看到前面還有兩個人 所以原則上來說的話 各位看到沒有 輕輕鬆鬆的賺他三支停板 輕輕鬆鬆的賺他三支停板 輕輕鬆鬆賺他450塊錢的價差 那你有沒有想過啊 如果你在2145塊錢進去啊 那有多吃力啊 你有沒有想過啊 注意喔 當然這幾天我覺得啦 那麼原則上 因為他限制交易的關係 我認為你不太會進去啊 但是你要進場的時候 是不是一樣在這個85塊附近的位置啊 這樣隨便動手的話 就是29塊的價差啦 在80塊附近進去啦 甚至見準我也跟各位講說 欸各位啊 見準喔 我們也是賺過就好了 你看像今天啊 人家說喊嘎空 所以我認為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股票市場裡面 我覺得現在沒有什麼好跟各位談的 要談的就只能談驗證 什麼叫驗證咧 AI這麼大 我真的必須要講AI這麼大啦 AI這麼大啦 有賺才是對的 少賺未必吃虧啦 你也不要說哪個老師說 多賺少賺啦 各位看到沒有 這個也是AI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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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形整理完成之後 連攻四肢停板 每天都在跳空漲停 那時候我們家族也很高興啊 我叫他們下車的時候 他們也是覺得很疑惑啊 結果咧 又回到原點 所以 因為AI這件事情 有那麼一點點 還有這個2388的威勝 這兩天有人說 威勝趕快再上去 我說不對喔 你看這也是跳空的 這也是聯合在一起的 那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就會特別去小心了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談的東西 真的沒有想像的那麼多 因為呢 今年來講的話 幾乎啦 到了AI出現之後啊 那麼沒有什麼東西叫做新的了 那麼沒有什麼東西叫做 所謂市場上面全新的東西 你說軍工股那個雷虎 亞航 你說這個生技股 就這個所謂的保銳啊 甚至包含華鞍等等這些股票 那這些股票幾乎現在市場上面 大家都算熟悉啊 但是呢 怎麼去輪動 那才是重點 我先告訴大家一件事啊 我已經掌握了這個行情 後半年輪動的方式了 其實跟前半年也一樣 那你可以找我的LINE跟我的YT 我這一次在LINE跟YT裡面呢 因為時間比較長 我會講的比較多 所以呢 原則上來說的話 這整個行情的一個 漲上去的一個密碼 漲疊密碼呢 我都已經知道了 而且講完之後 你會覺得豁然開朗 但是各位 在電視上面 我還是跟各位講說 每一檔股票 有待進有待出 那就是最大的重點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你的AI 我一直跟你講到一件事情 我說AI假如啊 沒有辦法把所謂 因為具有科技拉上去的時候 代表微軟啊 你看微軟昨天的股價就不好了 代表微軟沒有辦法 把這個所謂AI 變成一個具體的獲利 那微軟沒有辦法獲利 還有誰有辦法獲利呢 各位要稍微留意一下下的 這一次在台灣 舉辦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會議 我們通常叫它資安展 或是雲端高峰會 那為什麼要辦這個雲端高峰會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 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在8月2號到3號啊 連續兩天 那麼請了45個全世界最厲害的雲端的人呢 在這個地方來做演講 那你也可以在那邊學到非常非常多的知識 各位來看一下 總共有45個全世界的專家要來講 那第一個誰給我們這個底氣的啊 我認為啊 美國給了我們相當重要的底氣啊 我認為美國這個部分 因為它擔心我們假如從雲端上面 有一些資料洩漏出去的時候 對於目前台海所形成的一個戰士跟對立呢 那是一個非常緊張的情況啊 所以很多美國專家都會來啊 這些都是雲端高峰會 第二個到了8月中的時候呢 還要在台灣辦一場雲端駭客會議啊 那為什麼台灣要做這個事情 我認為第一個跟國防也有關係啊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到了AI這個時代了 AI隨時隨地 你今天假設有一個資通的AI超厲害的 我沒有用資通軟體 你要搜尋黃敬哲他家住哪裡 他有幾間房子他有多少錢 他現在人在哪裡 完全顯露出來的情況之下 當然對這個世界會產生很嚴重的影響 所以AI的下一步在雲端啊 你看一看你自己參考啊 AI的下一步就在雲端啊 我認為最近的雲端概念股 你一定要好好的準備 因為現在才剛剛開始重新恢復上漲 重新恢復上漲 你可以好好的留意一下下 而且現在來講的話 股票市場它的輪動速度會越來越快 但是記得這兩句話 三頂上完啊 小心喔等一下我會點名啊 有些AI齁 我都下車了你還要賺 你真的比我厲害嗎 講個笑話是這樣給你聽的 你真的比我厲害到哪裡去嗎 所以股票市場有的時候不要想自己太厲害 我都不敢想我比人家厲害咧 有人衝到最高點去我都不敢想耶 三頂上完有誰能贏 底部進場各位注意 密碼就在這裡啊 密碼就在這裡啊 他們怎麼會安排在這個時候 雲端雲端我已經跟你講了 除了雲端以外還有什麼重要的事件 什麼重要的展覽要發生 我認為這些呢 就是你現在要思考的對象 掌停掌停再掌停休息一下 原來所有的答案都在影片中 請你跟上來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師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RSI九大要領 急迫指標盲點 太弱換牆 讓您改變散戶的命運 運達投雲 20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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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不要得产病毒 感觉面消毒可能会常常病毒哦 我不要得产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 换衣服才能抱我了 女人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 导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那么今年的行情有一点点 跟这个新闻事件 跟这个展览有相关啊 甚至跟这个所谓的大家的一个新闻热度有关系啊 为什么呢 我最简单我讲给各位听好了 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么雷虎跟亚航啊 或者汉翔好了 用汉翔讲比较准 雷虎跟汉翔啊 他们在什么时候最近的一个最高的热度啊 大概就是这些所谓美国的军火厂商来到台湾的时候 六月多的那个前后啊 然后后来呢 那么各位可以看得到 五月多那个前后五月多啊 后来到六月多的前后 那么NVIDIA来了 后来接下来呢 发现说苏之锋也来了 所以六月七月呢 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啊 也是跟着新闻跑啊 那么原来苏之锋来了 原来这个黄仁勋来了 所以股价就大涨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 今年有很多的密码就在这个附近了 但是呢你千万不能给他搞错 搞错了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后面的麻烦就会大了许多 尤其是在这两天当中呢 有很多人已经发现一件事情了 那么美国的NVIDIA 不过也还涨了2.3% 231% 231%的意思就是说两倍多啦 那各位看一下 尾创长多少 长得快四倍 3231 尾创长得快四倍啊 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 有人说台湾的尾创会不会涨过头啦 那先不管这么多啦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 基本上来说的话 第一个尾创跟广达在这个地方呢 是该稍微休息一下下 而且这个休息呢 会走更长远的路 我们也跟你讲说 等到要拉回来 我们还是选这些正宏的 我说不要管那么多就像我一样 来 我都只做什么 我管你那么多咧 咳咳咳咳咳咳 你们做那么多党 还不如尾创一党 违影一党 还有微软跑去哪里 还有微软 4953微软一党 看到没有 好好把这个尾字被这三党记下来就好了 这够好记吧 阿公阿嬷都会了吧 把这三党做好就好 其他干嘛呢 今天什么什么 第一个明天什么什么 弄了一大堆了 弄了一大堆结果答案是这样子 各位还记得昨天我跟你讲什么吗 连东元1504的东元 今天又换了一个体油了 东元昨天进来说 他可以做水冷室伺服器 当然他可以做了 我问你一件事 他可以做冷气怎么不能做 问题是东元有多大 东元是196亿的大公司 而且伺服器可能只有 他做那一点点的东西 他可能还特别去开一个模 你觉得这可能吗 6275的原山 做电风扇的 有人会跟你讲 你买在第一支你就会赚钱了 我问你一件事 你真的买在第一支吗 很多人买在第三支吧 很多人是这个高价的时候 你进去买吧 我发现很多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那大家都觉得 这个股票我不敢追 那么有人会抓你的心态说 赶快去买这支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这个股票到底真的跟这个 所谓的AI有没有关系 你赶快地去想一下这个问题 什么东元 原山也跑出来了 对不对 各位 那么一样 既加油 维星就一定有 你看维星今天走什么样子 对不对 同样的 人家广达能做 广达是电子五哥 那就五哥通通来好不好 五哥通通来 小心 华硕 我不相信你买在第一根 但是如果你有华硕的 我今天就已经好几个来找我了 二三五三的鸿基 我不是跟你有仇 我也不是跟你讲说这个股票怎么样 是说太多人进去了 我认为假如最近有反弹的时候 各位没有想过 今天鸿基假如你早上卖的时候 还少赔一点点 今天4938的合硕 你早上卖的时候 还少赔一点点 各位看到没有 我说这个反弹是给你出的 这不是给你赚的 反弹到这个七八十一块四是给你出 不是给你赚钱用的 不是跟你说我要准备挑战钱高的 你自己想想看我讲的事情有没有道理 现在目前为止的这两根就是压在上面了 这几檔股票你严格说起来 你到底跟这个所谓AI伺服器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常常做股票 我不会听到那个消息就冲进去 我说过做一步算三步 你今天这个消息片出来之前 已经有多少人知道了 有很多人跟你讲 哇这个也是进去买那个什么公司 结果讲出来的第一线就跌下去了 最近有很多这种股票 一下子的时候突然就掉下来 那当然你说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也不能说没有 因为站在一个所谓的以前 这个资源可以跟这个所谓的创意 做一个比价的状况 但是最好我会建议大家 你不要去坐火车的最后一班 你坐火车的最后一班的话 一动荡就是你 一动荡就变成是你的 不就是这样的情况吗 同样的各位看到没有 很多股票你只要能够保持住 所谓低进高出的基本原则 那你都会觉得很轻松 我是说真的一件事 今天目前还在升级展 我完全没有想到说升级展之前 保瑞连续性的上涨 我们800多块钱又进去 然后到了1015块 229块还更高了 我记得还更高我没有把它印下来而已 结果没想到保瑞昨天突然之间打到跌停板去 不能说完全不知道 但是原则上因为它已经涨这么多 你一定会想到卖 卖了之后打到跌停板 这个跌停板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但是而且现在是所谓的电脑这个升级展期间 他竟然率先先休息了 连带的也把这个6657的华安 这个华安真的不好意思讲 我好像在谢天机一样 我说华安也是做糖尿病了 糖尿病到了第三期的一个临床实验的时候 当时的合一大概是100块钱的上下 你去看一下华安这次上下来说到多少钱 到99块半 差我讲的五角 但是因为他们事前有反映这个所谓的 整个升级展有上涨了 结果没想到升级展的当天 竟然突然之间往下拉 结果看一下今天有没有真的影响到 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今天对于升级展的股票好像没有影响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现在只要你抓住一个原则 低进高出 该发生的事情它都会发生 题材都没有变 包含重电股也没有变 而且今天我们也必须要这么说 我们今天也有一档升级股又攻上涨领板 因为昨天没有碰到我们的成本 我也恭喜了大家 所以你会想过一件事 现在不管是AI也好 有人说AI真的就是最棒的 我告诉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 我都没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几乎都能够不好意思讲 能够进去也能够出来 我不知道各位AI赚多少 你的老师都说我AI赚两倍三倍叫我AI王 一个叫AI王一个叫AI王子一个AI王后今天不会再A了 因为明天震荡就很大 他明天又换个称号了 各位当我们在赚AI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他上去耶 还有上影线出来 我现在真的在电视上我特别要讲到一件事了 为什么我要把三菱上完有谁能赢 最近常常跟各位来讲 虽然这是前辈本身的一个口号 但是现在我也把它拿起来用 就是因为很多人看我们节目 我不想让各位做错你知道没有 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你自己跑去买买了之后 现在跑来问我 很多人真的这样 你自己跑去买买在这高点现在跑来问我 你要买之前先看一下涨几支好不好 你要买之前 你不要四十几块钱买了说 黄老师那个我听你讲合金 那个滑金现在二十块 可是我会员是卖出去的啊 你刚好接到我会员朋友的那个不太好 跟我意思了没有各位看这个 一样买在底部啊 所以现在操作最重要 你能不能底部进场 你能不能抓到底部之后然后赚好 赚满然后就给他走人 赚好赚满给他走人啊 这一点很重要啊 你说老师明天会不会六伏他们也弹起来 明天会不会二七四三这个三伏也弹起来 我认为会啦 不过各位看前面这个头已经有点大了 前面这个头已经有点大 他们应该还会弹 因为三伏明天就要解禁嘛 他也会有这样的反应 那三伏解禁会反弹的话 当然基本上来说的话 也有人可能要被休息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还是告诉你一件事啊 最后两支掌停板 或者最后两天喔 我真的讲一句话 最后两三天他也不是掌停板了 最后两三天他也不是掌停板了 不要去探黑啦 有什么 黑就跟这边同样嘛 8227嘛 各位看到没有 最后几天是不是掌停板 在这边盘整你要跟他拼吗 很多人都等到一百块 哇 涨到两百五十五了 涨到一百五十%我才进来 我都已经赚一百五十%你再在想 你要等他休息 最多能赚他这个反弹而已 最多能赚他这个反弹 这次真的还是只有赚到反弹而已 那接下来我就直接这么说了 你说老师什么时候 AI还会大行其道 我先讲一件事 AI第一个要大行其道的 可能就在云端上面 这几天会有文章 大做文章的地方 最近有大做文章的地方就会涨 第二个部分呢 一定要CHAP GMT 真的收到了钱 真的大家都有赚到钱的时候 那个时候AI才会再涨一次 所以明天AI有震荡的时候 我问大家 还是回到这句话 如果你有套牢了赶快来找我 第二个 换到这个展览概念股低阶 展览概念股低阶 有办这些会议的都比较好 但是这个不是云端 不然的话我今天戏就不用演了 我今天就不用跟你讲了好不好 你说老师我猜就知道是林医 我猜就知道是林群 我猜就知道是贝利 我看你干担好不好 我跟各位讲说各位 接下来很多重要的展览 都会是这个行情里面 大家所注意到的地方 今年就是走这种所谓展览概念股 甚至人气概念股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你有人气 你想办法输给你 想办法跟上来 欢迎各位跟波通我们的专线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利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黄建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络诈骗猖獗 利用黄建哲肖向 发送赖讯息 提供不时的股票分析意见 或推介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 022781 0909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RSI九大要领 急迫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运达投顾 022781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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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尊心照顾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 饮用水 简易的急救药品 腾栽 小型家具等